好邱老師剛剛看到的是川普 說這個美國的醫療的奇蹟 特別是疫苗 可能會終結這一次的疫情 帶來各式各樣的種種的傷害 那在美國另外一場政治鬥爭 是在國會 當大家在歡迎這個2021年的到來的時候 倒數計時的時候 其實美國的這一場政治大秀 它還沒有完全的完成 我幫各位觀眾來稍微update一下 現在最新的這個選舉的情況 其實在1月3號新任的參眾議員要就職 然後兩天後的1月5號 其實還有兩場的這個參議員的選舉 還沒有選完 就在喬治亞州的兩席的這個決選 然後1月6號的時候 就是我們一直在談的 這個參眾議員要來確認 這個大選的結果 最後才是1月20號的新總統要就職 那現在有一個新聞傳出來 就是說在這個1月20號 1月6號的這個 參眾議員的確認的過程當中 其實是有兩個共和黨的參眾議員 跳出來說他們要挑戰這個結果 那的確這樣的一個消息 讓川普呢 這個精神大為陣這樣 第一個是秘書里州的這個參議員 叫霍利 中間這一個 這個年輕的先生 那基本上他是認為說 這個Facebook也好 或是很多的這個矽谷的公司 在選舉當中 其實對於川普是不公的 他覺得這件事情要調查 那但是呢 美國的法律規定說 如果你要在1月6號 來去挑戰這個結果 必須還要有一組眾議員 因為他是參議員嘛 還有一組眾議員來去搭配 那麼這樣的話呢 就能夠成案 那事實上呢 馬上就有另外一個眾議員 叫做布魯克斯 阿拉巴馬都跳出來的 那這個結果就會導致什麼呢 導致說這兩院 就要針對這個提案 分頭辯論 然後呢 去表決 要過一半 兩院都過一半 才能確認說 好吧 那我們就不要再吵了 我們接受新總統當選 這個結果 所以這一個發展 對川普有利 當然是對川普有利 那最後呢川普是一個最後一搏這樣子 至少他可以讓國會去進行 這個調查 這個選舉不共的調查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兩席的這個喬治亞州 這個台灣比較少談 不過我們稍微講一下 第一個是在這個喬治亞州的 這個補選 這個女孩子呢 叫做洛夫勒爾 這個女孩子 那他是對上沃納克 那就是補選 那洛夫勒爾 大概是兩年前被提名 所以這一個 他們在第一輪的時候 洛夫勒爾是有近前兩名 所以要到第二輪 另外一個是正式的選舉 叫做杜博對上奧索夫 那這個來講的話 也是一樣 就是說要進到第二輪 那我們知道現在美國的這個 如果說民主黨兩席都贏的話呢 就這兩席都贏的話 才會50對50 那如果說 照這樣這個情況來看的話 應該還是會是 共和黨會領先兩席 民主黨落後兩席48席這樣 好 那接下來就我們看一下 其實現在就算拜登上任之後呢 他也沒有那麼輕鬆 他的第一道的這個難題功課要做 就是所謂的中國考題 那我們都知道美國參議院 是在負責這個人事的任命跟同意權 所以呢 這些人事權呢 都需要經過參議員的同意 所以在這個節骨眼上呢 拜登其實有幾個可能會遇到的題目 這個考題 第一個就是說 我們知道對台灣非常好的 這個佛羅里達州的參議員 馬克魯比奧這個將來 我常講他是共和黨的歐巴馬 有可能會選總統 他就會去專門針對這個 拜登裡面的人士 尤其是現在的 這個布林肯 新的國務卿 因為布林肯 雖然他一直強調 他對中國一點都 不會很輕鬆 也算是很嚴厲 可是布林肯一直很拘泥說 他要去回溯到 這種所謂的多邊主義的方式 那川普就不要這樣玩 他就要 他就要一對一 好 所以說 第二個就是孔子學院 這個問題 孔子學院這個問題 其實 這個我們知道 國務卿呢 龐佩奧也說在年底之前 要全部把它關掉 那個是諜報組織 好 Anyway 所以我們就講到說 其實 中國對美國的政治的影響 川普是給他很有力的回擊 之外呢 中國對華爾街的這個干預 我們前幾次也有談 我們今天再談深一點 就是說 在華爾街 有些公司 包括我這邊點名一下 貝萊德 BlackRock 高盛 摩根大通 摩根斯坦利 跟花旗 有些公司 甚至在台灣 都還是有設點的 他們其實對中國 都有一種熊貓派的幻想 也就是說 其實中國沒那麼恐怖 所以他們一直希望 美國的國會 跟美國的行政單位 要能夠解禁 讓他們能夠呢 到中國好好的去投資 但是從2015年開始 其實美國的企業 華爾街也稍微學到點教訓 怎麼說呢 他們到中國投資 中共的官方呢 他就會偷技術 要嘛呢 就告你侵權 那你告侵權 你到中國法院打 你怎麼打官司 你就是打輸 反正在這個不文明的國家 你根本不可能用法治那一套 來跟他去拼搏的 所以說基本上來講 中國把他的這個金融業視為 是最後一個禁籃 所以說勢必基本上是 一定不可能把這個力 讓給美國的